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行至尊圣皇帝 自始皇帝流传至今 相传啊 里面封印着神秘的力量 二十年后的奉天 圣皇帝出使 各方势力闻风而动 而我和我小邪 一万卷入其中 开启了一段神奇的旅程 拿你一些功力 他一听就小心我师父 他老人家大叔 你慈悲未怀 不会怪小医活的 猴你个贪嘴猴 竟然敢在这偷吃 你还不是一样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什么东西 把这给我 给我 给我 此时已到 请女神谕 用女神谕引出五行世家的人 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可谓是一举两得 我师父现在人呢 放心吧 死不了 等你帮我做完事 我自然会还给你 扎死遍布机关 白天隐匿无形 晚上就会自动开启 你小子真不怕死 还敢来 天姐姐 此时不动手 正在何时 你小兔崽子出卖我 别别别别 别动 再过来我就宰了他 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玉台珠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我兄弟死的不明不白 这玉台珠有五行神王鼎的线索 自巴狗联军进京 玉凤神仆趁乱里通外国 设计围剿五行世家 盛王鼎就下落不离 而玉台珠是能够找到 盛王鼎的唯一线索 玉凤八蛋 我看 谁也别上次我这把珠子拿走 我让他 还回我两兄弟的命 你疯了 我就是疯 现在想用我的方式来 你这是在找死 你会死得很惨的 对啊 我就是找死 但是千万不要找我死 否则你就要再也找不到那面破镜子 你威胁我 帮我救我兄弟 我去换你亲子 下集吧 你还是有给你 我来人的 你是老师 你回来 你尽eg识 你 我去找死 你 你 我去看